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售 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设置了明月升月圆花好 《相关何处》、《家国万里》和《海上明月》等五个篇章 今日正式关系了今年的部分嘉宾 其中有高音小天王张杰 中国好声音新进党是历春情歌王子张兴哲、孙楠、秦兰、江书颖、陆寒、周深和朗朗 每个嘉宾小黑都好喜欢哦 很期待他们带来的视觉和听觉盛宴 看到同时有张杰、周深和朗朗老师很惊喜 不知道他们会在央视中秋晚会上面演唱什么曲目呢 张杰是周深的偶像而朗朗 在明日之子邀请周深作为客座老师助阵 他带的热带低压乐团合作了一首《星际列车》 很是惊艳 还说两人之前合作的时候呢 周深的歌声唱得他心都醉了 太美了 两个人穿梭到地很是亲切 周深和朗朗的初次合作是在之前热播的《青春环游记》里 周深和朗朗合作了一首《幽灵公主》《堪称王炸》 这次央视的中秋晚会 不知道这首经典之作是否会重现舞台呢 说起两个人合作的《幽灵公主》 周深表示自己特别想和朗朗很认真的合作一次 圆自己的一个梦 因为有一首歌对自己的意义挺大的 这首歌的原创是歌手《米良美一》 延安也是个男生啊 而周深也是听了他的歌大概十年之后才知道的 《米良美一》是假生男高生 和自己呢有点像 这首歌讲的是人类和自然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而朗朗老师的表示啊 当天正好是世界环境日也别老上大雨 合作这首歌还蛮用紧的 记得李坚老师曾经说过 他的传奇看似是一首难度很低很好听的歌 实际上呢确实很难唱的 他不像是乐器很多伴奏的摇滚歌曲 只要在旋律音质跟上 基本就没有问题了在现场 越是安静的抒情歌曲 少了很多乐器的伴奏 你有少许的不稳和一点点的瑕疵 观众都能够听得到 这种歌曲往往是非常考验唱功的 《幽灵公主》的这次合作 没有歌词没有别的乐器 只有朗朗大师级别的钢琴伴奏和周深的声音 但是依然给大家呈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演艺现场 随着优美的旋律 行云流水般的情声 响起了周深四腰右带仙气的声音 一下把人拉进了电影中 朗朗情深似水流云 而周深声音也好像换成乐器 两者交织在一起 就两种不同乐器在如气如素的诉说故事 淡然平静中传递 哀怨悲伤唯美中带有遗憾的情感 这首歌周深浅迎低唱 对于歌曲的演唱力度把握恰到好处 他空灵的声音和朗朗的行云流水般的情声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表达出来的共情能力真的太强 让人听完之后有一种放空自己 洗涤心灵超凡脱俗的意境 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常态之下 听到这样安静而有美妙的歌声 优美又带着揭曲淡淡的忧伤 真的很治愈 很能抚慰人的心灵 这也是音乐散发出来的魅力 歌曲无字 但两人所表现出来的感染力甚过有词 给人无限的想想空间 是非常值得重复循环去听的一首歌 如果配上青山绿水的背景 或者是一艘小船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 如诗如画的场景忽然传来这样的声音 相信一定会带来更大的震撼 张杰是非常欢迎的一个男明星歌手 有很多的好听的音乐作品 不但国内获奖无数 还有很多的国际奖项 多次受邀参加样式春晚 对于周深曾经说过 张杰是自己的偶像 自己曾经追过现场演唱会 他追星就把自己追成了一个明星歌手 而且两个人同时作为嘉宾 在样式中秋晚和演出也是非常圆满了 据周深所说 十年前曾经买过张杰演唱会的门票 当时运气还比较好 买到了一张中等偏前排的票 当时自己全程都在跟唱 唱到嗓子都哑了 可见他对张杰的喜欢程度 十年之后的周深 由于了很多自己的音乐作品 也开了很多的演唱会 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想歌手在现场开演唱会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很多歌手为了回馈自己的歌迷朋友 纷纷在线上开演唱会 今年7月25号周深开了线上音乐会 晚安明天见 7月30号张杰的听我们的歌 都很受大家的喜爱 紫月粉丝周深的生日月 他和自己的偶像 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已经有同台了 两个人又同时参加央视中秋晚会 不知道是否也会和我们一样 见到杰哥之后 有着见偶像的激动和不安呢 会不会激动的搓手 或者是紧张的语无伦次呢 到时候会有怎样的场面 面积大场面呢 今年的央视中秋晚会 看点十足 目前公布的嘉宾 每个小编都很喜欢 据说还会掉落神秘的嘉宾 真的好期待 另外近日由于台湾的HITFM 联播网与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共同发起的流行音乐全金榜 正式公布 周深凭借2019年的优秀表现 斩获了三项大奖 流行音乐全金榜 由台湾 HITFM联播网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共同发起 集结了全球十一大华语电台 覆盖了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地区 该榜单经过8月17号至8月30号的投票 最终产生了包括 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在内的49个奖项 在最初的投票环节周深宇 周深宇 吴清风 蔡徐坤等歌手 一起入围了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名单 最后蔡徐坤与陈立农分别喜提了内地海外和港台地区 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大奖 虽然周深没能够获得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奖项 但是他依旧凭借自己在2019年的精彩表现 斩获了年度传媒推崇男歌手 年度最佳情歌演艺 加拿大中文电台推崇歌手三项重量级的奖项 在周深获得这三个奖项中的年度最佳情歌演艺大奖 对他来说应该是实至名归担任不让的 不仅因为周深拥有着空灵的天类之音 还因为他对每一首歌曲的理解和用情的演唱 而他获得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推崇选手的奖项 更说明了听众对他的喜爱程度 也得到了全球华语电台联盟的肯定 在颁奖环节小强说他已经活到了国外 可以考虑去加拿大开歌唱了 2019对周深来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 他不仅参加了多档的综艺节目 而且还举行了C-929星球全国巡回演唱会 足迹遍布北上广深等七个城市 而他亲切演艺的二次元歌曲《达拉崩巴》 更将他吞上热搜成功破圈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流行音乐全景榜的主持人小强化身 快递员小强带着奖杯一个个送奖上门 并与艺人进行了现场的互动 而此次周深虽然没能够斩获 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的奖项 但他获得的三个奖项分量也相当重的 特别是加拿大中文电台推崇歌手的奖项 极有可能会让他的演唱会开到加拿大 祝福周深 愿他能够在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上 越来越好 此外今年可以说是周深综艺大爆发的一年了 尝试了《青春好游记》这样的综艺节目之后 周深过人的综艺反应能力和高的 情商也再长不住了 别看周深平时在舞台上面唱歌的时候 总是一副安安兢兢的样子 看起来性格非常内敛乖巧 不过看过周深在综艺节目的表现之后 才让观众们发现了周深宝藏的一面 放废自我后的周深不仅在综艺节目上面 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非常能够放得开 接梗造梗的能力也是一流的 受到了非常多关注的喜爱 虽然说周深的综艺能力非常强 不过遇到驾车件事情的时候 周深也是相当的有心理压力 最近他就参加了一档一明星学车 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新手驾到》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周深就遇到了第二个难题 就是倒车入库了 在节目前面的练习中 周深从来都没有一次性的 就将教练车成功的入库 而在这期节目中 周深还遇到了一个更加高难度的挑战 那就是在车外指导别的学员倒车 节目组也是找来了很多的素人 当时周深胆大惊喜 指挥起了其中一个司机 虽然这是周深第一次指挥别人倒车 不过在这个紧张的时刻 周深还是没有忘记温柔且有耐心的指挥 不过这位学员的开车技能 显然是还没有熟练嘛 所以开车非常猛 一下子压线过头了 周深当时的手也是扶在了车窗边上 没有来得及收回来 整个人就随着车跑了好几大步 看起来十分危险 而当这位司机第二次将车开出来 准备倒车的时候 还是犯了同样的失误 周深又跟着车跑了好几步 节目后期也是连忙打出了紧急提示 告诉观众这也是危险动作 不少观众在看到如此惊险的荧幕的时候 都不免为中心感到几分的担心 也有不少的观众在弹幕中做出安全提示 不要去掰正在行驶过程中的车 幸好这次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 周深在成功的帮助这位司机到处入户之后 也不忘了提醒这位司机 今后开车一定要慢一点注意安全 也是相当贴心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